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有 既然有人资源专业在嘛 那我想问一下风哥和佳音 你们觉得他如果进入大公司 他可以从哪个岗位开始干 可能会比较适合他 他有没有这种机会和可能性 我为什么推荐他是因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 因为你看他现在的岗位就是人事行政 其实在这个规模呢 说实话 层级没有太多 那么需要在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其实他是比较综合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很多事情 不管是一些杂事 包括系统化的事 他都需要干 所以呢 我觉得他在这块其实本身他就干过嘛 是相对来说擅长的 但詹音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们公司不是大公司 我们中型公司吧 几千人 我们的HR的这个体系呢 也是非常完善的 其实如果他的专业能力够定岗清晰的话 我们公司是需要他的 为什么 因为在员工上他是有分层级的 他只要把他自己专注的那个地方 做好就可以了 不是说这个人就只能在小公司 而往往他这样能力的人在小公司其实反而干不好 为什么 因为小公司对人的要求可能会更全面 他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他的问题是定位的问题 其实真的不是公司大小的问题 来稍微打断一下 其实你们俩说的并不矛盾啊 刚才所说的朱家英所说的是在50日规模企业里面做人力资源的负责人 你这说的是在你们的公司做基础的人力资源的干事 是的 我觉得不能是大公司 小公司 人力资源都要求是很专业的 我们的人力资源是分三个层次的 我们最基本的层次叫人事管理 第二个层次叫人力资源开发 第三个层次是战略人力资源 我们很显然他目前做的只能到人事管理的初级阶段 但是他又是一个如此踏实可靠 以前有一定经验的人 所以他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 他需要找一个真正懂人力资源的人 带他一带 我就只有这个建议 所以啊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录到现在录了这么多年 大家就会以你们所有在场的12位企业家的灯 来判断这个人的能力 就会觉得你们都灭了啊 这个人就没能力啊 就好像就没人要了 其实压根不是这样 你们的12家企业也只能代表某一些规模的企业 以及某一些企业的用人作风和用人爱好 我们问一下小刘 如果这个 你上一份工作是多少钱来的 一万二 那如果你要到大公司去做基础新的这个岗位的工作 你是接受的对吧 对 你愿意调新调到多少 可以调到八千 第二轮选择去货了 我觉得他今天在厂商全灭了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台上的这几家企业相对来说比较新潮一些 就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他适合那种相对来说传统的像办公室主任啊 像这种什么大管家这种企业挺适合他的 我想他在底下找这种企业的话会有大把的机会 谢谢小刘 现在都准备好了以后再欢迎你再来 再见 谢谢大家 虽然在座的企业没有合适的岗位推荐 很多企业家还是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建议 希望通过后面的生活能够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些帮助 谢谢大家